大质量有时会非常残酷 但更多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公平 特别是当涉及到动物父母的时候 在动物王国里养育孩子的责任 很少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 最糟糕的动物爸爸 在当父亲这方面做得太糟糕了 他们甚至可能不会一起参与养育孩子的过程 事实上 这些糟糕的动物爸爸 经常在完成交配后 就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 虽然自然界中也有好父母的例子 但糟糕的动物爸爸也是很常见的 无论他们是根本不想为抚养孩子做贡献 还是对后代的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许多成年雄性永远不会赢得任何年度最佳父亲奖 这时的母亲不仅要独自抚养孩子 而且还要保护孩子不受父亲的伤害 大家好 我是Saw Wi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当今世界上一些最烂最糟糕的动物爸爸 当熊师接管一个私群后 首先会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杀死所有的幼师 是的 你没听错 因为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幼师 可能在将来对自己发动政变的潜在威胁 并确保持性在短期内可以再次交配 即使不杀死幼师 成年雄师也不会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父亲 他们通常不会去打猎 把狩猎的任务交给私群的雌性成员 而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发呆 睡觉 或懒洋洋的闲逛 这父亲也当得太爽了吧 当熊性虾虎鱼的雌性伴侣在身边时 熊性虾虎鱼会表现得像完美的父亲形象 他会小心翼翼的照顾他的卵巢 并建造巢穴 然而 当雌鱼不在身边时 熊鱼就会做出很恶劣的行为 他们会尽可能的吃掉一些鱼卵 来换取一顿免费的食物 而且 他们会挑出特别大的鱼卵来吃 因为熊鱼知道 他们需要更多的照顾和资源 他这样做 是为了减轻他们的整体工作量 熊性灰熊 能在其他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 即使随时有其他的食物 熊性灰熊 也准备吃掉自己的幼崽 大多数其他动物只有在绝望 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 才会采取吃幼崽的方式 然而 熊性灰熊会杀死 并吃掉任何进入他们领地的幼熊 由于他们非常保护自己的领地 所以 雌性 必须教育幼熊 不要进入其他灰熊的栖息地 海鳥是一种海鸟 遍布在北太平洋的各个区域 虽然很多鸟类都表现出强烈的父母情感 但这种特殊的海鸟并不是如此 2008年专家进行了研究表明 该物种的熊性 往往是杀死潮中雏鸟的凶手 专家发现 这些鸟经常咄死他们的雏鸟 甚至把他们从高高的悬崖上扔下去 专家认为 他们杀死雏鸟的原因是 在粮食短缺的期间 减少对资源的竞争 使他们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雄性海鲁和其他鱼类一样 作为一名禁止的父亲 他们会勤奋地保护这些鱼卵 住巢并看管他们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不幸的是 这些行为在鱼卵孵化后 绝大多数的小鱼都会游走 而父亲到目前为止 一直是他们的保护者 但为数不多留下来的孩子 就会成为了父亲的午餐 因为雄性海鲁在保护鱼卵 很长一段时间内 无法去寻找其他食物 吃掉自己的幼崽 是一种快速获取营养的方式 刺客虫的习性本质上 是天生就会吃掉大量自己的幼崽 这是因为 他们肩负着保护卵的任务 是避免卵受到寄生疯的侵害 在这样做的同时 他们无法觅食 因此只能依靠其他方法 来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 他们专门会吃掉巢穴外层的卵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卵 最容易被寄生疯杀死或吃掉 专家一直认为 鲸鱼和海豚中杀死幼崽的行为很少发生 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因为一些宽门海豚已经被观察到这样做 雄性海豚会使用不同的方法 试图杀死幼年海豚 雄性会把幼年海豚逼到水下 使它们无法上到水面上呼吸 它们就会淹死 或者将它们翻出海面 让它们筋疲力尽 研究人员认为 它们这样做 可能是为了让雌性可以随时交配 这样它们就不必花几年时间来抚养小海豚 目前还不清楚 为什么雄性黑猩猩 有时会杀死群体中的幼崽 但众所周知 成年黑猩猩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偶尔会互相攻击 由于它们复杂的社会结构 以及它们与人类具有较高的基因相似度 拥有丰富的情感 这意味着它们会经常打架 特别是为了资源和领土的时候 幼年黑猩猩很容易成为 成年雄性黑猩猩的目标 即使它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成年雄性猎猩 有时会在极端的情况下吃掉同类 包括吃自己的后代 或其他地区的幼崽 这种行为在环境遭受干旱时 最为常见 在正常食物来源耗尽的情况下 雄性猎猎会以自己物种的幼崽为食物 由于它们个头小 对成年猎猎毫无抵抗力 所以很容易成为目标 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是 因为成年猎猎更有可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 施维肺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父亲 他们在接管一个群体时 经常像黑猩猩和肺肺一样 进行杀幼崽的行为 然而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来说 也是可怕的爸爸 成年思维肺 根本不会关心 他们社会群体中的年轻成员 几乎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也不会保护他们免受威胁 相反 这些所有的工作都会交给雌性座 母亲 在小宝宝出生后的前六个月里 一直小心翼翼的守护着他们 你还知道 哪一些坏爸爸吗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